台灣整個民族運動的紀錄 是珍貴的 而且我的紀錄更珍貴 我是出生於台中的大甲 當三年兵回來 我在南京西路有一家外商公司 每天都要來騎腳踏車 來公司上班 有一天就被幾個大喜飆漢 就把他駕到一個摩托車後面的 夾蓋的那個棚子裡面 就被痛打一頓也沒有問我什麼 摩托車老闆跟我講說 是警察有人密告 所以我那時候就對警察很反感 非常感冒 就下班會到廟口那邊吃個小吃 那時候黃進階啊 他們在那邊 康寧祥他們在那邊辦演講會 就罵警察 他聽得很爽 就是替我出口氣嘛 罵警察就很爽 沒事就跟著他們演講會 我就在這個黨外 黨外要轉到民進黨這段時間 從那邊我就是慢慢慢慢 因為那時候 我對選舉也不是很在行 但是我對選舉的後裙 比如說燈光音響啦 宣傳車啦 看板啦 那時候最缺這種人才 那我這一方面我是很在行的 當初我在服務處服務的時候 我是無幾職的 喜新娘他們成功回台嘛 立正家主去拍就被噴了什麼 就罰險代紙 我就是買不到 那時候沒有版權概念 大家都一直越靠越模糊 越靠越模糊 那時候我在想 這個不是辦法 應該有專業的設備嘛 跟鄭南龍就是很熟 後來辦一些台獨活動 我們就一直在支援他們 那時候就鄭南龍制魂事件 發生之後 我很快就趕過去 趕過去之後 就拍現場很多東西 外面很多人 大家都在哭 阿鄭南龍這個事情 從他在做瓜培事之前 我們也拍一拍一些紀錄 那整段我們心情 都是非常的沈透 就會感受到說 這個歷史不能沒有紀錄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又當初在做社會運動 反對運動的時候 有做一些演講會嘛 我們就會帶著攝影機 到演講會去拍 第一個在台北縣成立 那個台北縣黨部 那時候我也是那個執行委員 所以那個編號上 黨員的黨籍的編號 就那個黨部比較早 早成立嘛 然後我很有幸變到前面 到現在我還是49號 我們公司是成立於1986年 跟民進黨是同年 我都不用記 民進黨說幾年黨慶 我們公司就幾年 就相當的清楚 早期是我們是以單機做 街頭影像的拍攝 還有一些活動 演講會 早期的小型演講會 大概十年前吧 大約啦 那時候整個電視環境 從Digital 數位化 已經提升到HD高畫質 那時候我們就 打造了台灣第一台 HD的高畫質轉播車 當年民進黨 全代會在國際會中 TICC 舉行 那天有一個議題就是要解散派系 那我對這個東西有一點注意 那我們團隊也都知道 就是當初要表決的時候 我們導播的第一個鏡頭 就是所有黨代表幾首 一看就知道過了 但是很快就轉換第二個鏡頭 台上的中常委 叫一拍 那都有派系屬性嘛 一拍 就知道哪一個派系 支持或是反對 最後一個鏡頭 那時候小段段尼康 就站在後面 我們就給他 一個很大的特寫 他的臉色很沉重 我們在黨這方面的轉播 我們對黨內部 是相當熟悉的 而且對記者要的東西 我們也相當的清楚 這一點我們是被肯定的 我們也盡量把這個高階的設備 用那個H12交回 來幫民間做比較重要的轉播 因為這是歷史性的東西嘛 它將來 將來這個畫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現在 只要那一天4K的轉播車 再沒有其他的答案 沒有卡到 我都會盡量把4K的轉播車 就是以去以出來轉播 幫整個民進黨 從黨外 到民進黨 大民進黨 再度執政的這些紀錄 當初在拍這個街頭運動 很多人都不了解 以為我在拍 我從來沒有在拍 我是找攝影師來拍 我就帶著他們拍 但是 我們是會比較注意 那時候對設備非常的珍惜 你只要衝到前面 一個棍子打下去 你的設備就完了 我沒有經過剪接 我這些都是拍攝帶喔 是完整的一場演講會 就是從頭到尾 那我拍攝的 是把它當成公共資產 我沒有賺到民進黨的錢 奇怪 因為民進黨我賺到錢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小英總統上一屆選舉 在板橋總部開票那個晚上 下著雨 那全世界的 包括MHK什麼 很多大電視台 都跟我們做連線 然後台下 下著雨水 很多小英女孩留著淚水 那我們把那段紀錄得非常完整 日本MHK的記者 還有很多本土電視台記者 來跟我們講說 你們真的拍得很好 隔天很多台灣所有電視台 都用那個畫面 那我就覺得很自豪 雖然落選了 但是後來我們還是迎回來了 小英總統選舉開票的那天晚上 國際媒體全部自己到台灣來 我們那天就有不到HT一半的價格 啟用4K的轉播車 在那邊跟國際連線 到了總統就職 我們還是一樣 這個條件 在總統府 用4K的轉播車 跟全世界的新聞台電線 讓全世界 注意到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國家 他們有能力 把高化體提升 民進黨 這次又重新執政 大家的期待太高 每個人 每一個人的想法 大家要求都很高 我想要的 你都要馬上要做 我不要的 你不能去碰 包括有些獨派的團體 都一起給總統壓力 我希望大家給他時間 一個人 他一任做不到兩年 做不到兩年多 你要要求他什麼要做到 尤其是司法 改革這部分 哪有那麼容易 這是國民黨幾十年來 控制底下的司法 是相當保守的司法 這要改革 是要慢慢的 希望大家給小英總統時間 這是我要講的 antu人 這要改革 能夠 你還未有 有途切 多期間 有 也